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是要进大学念书呢?天也许就要踏下来,为什么还要生儿育女呢? 为什么画家还继续绘画,因乐家在谱曲作歌,而小说家,仍在继续写其未完成的小说? 许多年轻人或睿智者常会问,我们对于现在,明年,后年将发的事都没有把握,为什么再为自己的生活打算呢? 为什么我们要去上学,参加考试,找工作,结婚呢? 也许明年春天,我们的生命就告结束 总之,我们所处的世界极端危败,对于将来,我们无法预测,也似乎没有什么指望了 可是圣法兰西斯却用一非常简单的答案来,回答这些问题,继续清除你的花园 我们面前仍有许多任务,房屋需要建造,书籍需要住宿,考试需要准备 假使未来看来是很黯淡的,那么,在耶稣基督降生时,甚至公元前五千年,就是这样黯淡的 不管今天看起来多么黯淡绝望,假使今天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,明天的生活必然,会好些 今天总是属于我们的,我们有义务要活得很有劲 上帝安排我们在这乡土,这时代,毕竟有他奇妙的安排挤给了我们的任务 逃避的人生永远无法得些什么,正如圣法兰西斯说的,我们必须继续清除我们的花园